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在保加利亚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上帝之眼 这里有一个小屋 我们进去看一下 上面写的是游客信息中心 这里有非常大的旅行指南 咱也看不懂 这都是保加利亚文 我们接着往前走 这里应该就是入口了 我们进去吧 这是木板隔起来的台阶 然后走起来还是比较平稳的 然后接着就是非常陡的石块 然后还有点滑 如果你只能看到石块感觉不到滑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现在很滑 所以说走起来要非常的小心 然后这个路也非常的窄 好 然后现在整个视野就非常的开阔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非常大的溶洞 这时候我就想起那个陶渊明的桃花园祭 怎么说来着 初级霞才通人 然后中间就忘掉了 然后后来是什么一束光之后 忽然开了 此时此刻你就可以想象成 你就是陶渊明 我可以看到现在这两个 应该是溶洞吧 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壮阔 如果你盯着溶洞的上岩壁 一直看的话 而且在一边走一边看的话 你会感觉眩晕感非常的强烈 如果屏幕机前面 你感受不到眩晕感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现在很晕 好我们接着往前走 然后现在的路就非常的平稳了 石头也没有那么的抖 不过上面一直在滴水 到前面可以去听一下 听一下它滴水的声音 好我们站在这里不要动 听一下 如果你只能听到水滴的声音 你还可以想象一下 它滴在你头上那种感觉 它刚刚就滴了一滴 滴到了我头上 我们接着往前走 这边的石头是又抖又滑 比如走起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走啊走啊走啊走 我们往前看 前面明显就一出亮光打得下来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上帝之眼了吧 果然 我们接着往前走 可以完整的看到它了 好我现在绕它绕着上帝之眼绕一圈 让大家看一看到完 上帝之眼 我来打开 我会觉得它更好 你们就会用起来 我会一分钟 说到最后 我会用起来 来 吃得都不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上帝之眼真的是太震撼了 你就一直盯着它看 就仿佛有一种非常深邃的力量 就从你的胸口就一直迸发到你全身的各个关节 看到此情此景 有时候人就会胡思乱想 你就会感叹 哇 这大自然太神奇了 这鬼斧神功简直太厉害了 竟然能造就出如此壮观的景象 但是有时候又想想 这不是因为人给它命名的好吗 人给它起名叫上帝之眼 然后我们人把那些美好的想法 信仰或者一些愿望 寄托在这个景物身上 这两者一结合 既有感官上的共鸣 又有情感上的共鸣 这样一想就感觉是任意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也算是旅行过程中的一种收获 或者说是一种乐趣吧 当我们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景 不同的物 我们总会有新的认识和感悟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前方这些石堆了没有 这其实是传说中的马尼堆 马尼堆也就是一块一块石头雷起来的 越来越高的一个小石堆 相传还有这么一个传说 只要见到马尼堆的人 再把石头往上面雷一层 取下一个愿望 听说这个愿望就会成真 那么我们也试一试 我们先找一块石头 好的 现在好就是这块石头 找到了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把石头雷上去 好小心翼翼的 小心翼翼的把石头放上去 慢慢的 诶好 诶小心 诶小心小心 诶等一下 诶好 还好完美 诶我操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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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